南大聖義鄉的第二村 今年一年的火災 收到中介收集 一堆生存的爬子 兒子他們唯一的家 台灣新義工團協助中間 管政府特別辦法 感謝正感謝義工團 南大管政府社會和 勞動處長林志中 來到聖義鄉第二村 我感謝正和善後 臺灣新義工團 感謝營業做生存的爬子 重建的金額也超過60萬元 新臺幣60萬元 那裡面可以說是美輪美販 這是一個剛構的房子 去年第二村的一座火災 把中介收入後生存爬子的 儲收到 當時是有心中病的 學生也要在撤車 沒辦法上去 臺灣新義工團 不只要做電器一棟 十四倍的房子 五天的工作日 很大也是所有的義工 自行來負擔 叔叔阿姨謝謝你們 幫我們蓋這個家很漂亮 我很開心也很感激 就今天在這邊真的很不容易 好 謝謝 謝謝 臺灣新義工團用200人 還有60萬的金費 來幫助生存的爬子 所有義工的付出 也讓大家看到臺灣最漂亮的風景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